哈喽大家好 我是肘子 前年9月份的第一期游戏军作评 聊的就是PS4独占的漫威这首侠 两年前的漫威这首侠 前期宣传盛世浩大 口碑不促 销量爆炸 虽然TGA的奖项一个也没拿 但也是狂懒了七项提名的漫威陪跑侠 而今年的漫威复仇者联盟呢 第一次演示就是人觉得拉胯 英雄们的长相依然缩不缩发 前期宣传的雷声和雨点都不大 反正是没聊动中国玩家 甚至很多人还都不知道 这游戏已经进入beta 你说都是超级英雄 都是出自漫威甲 一边只有个蜘蛛侠 一边只缺个蜘蛛侠 这俩游戏的差距 怎么这么大呢 到底是这个漫威复联的质量太差 还是托尼帕克的排名太大呢 其实漫威复复者联盟 或者简称漫联 质量不差 也不缺少蜘蛛侠 因为包括蜘蛛侠在内的很多复联成员 都会随后续DLC慢慢填甲 只不过能在曼联里玩到蜘蛛侠DLC的 只有PS玩家 谁让蜘蛛侠有个索尼爸爸呢 才像8月7号开始 这个beta测试也是让PS玩家优先参加 这游戏可能也算是半个索尼赌诈了吧 漫威复联和漫威蜘蛛侠真正的区别 可能还是玩法 一边是随处可见的开放世界 一边是濒临灭绝的半线性关卡 采用半线性关卡这种结构的三游戏 今年我只见过俩 一个人玩二 一个他 那用这种很复古 甚至有点落后的关卡结构是图啥呢 当然不是图自由探索 也不是为了故事表达 而是为了一个字 刷 这也是为啥人王会选择它 除了主线关卡之外 那些支线关卡 像比较开放的World Zone关卡 短巧精悍的Drop Zone关卡 还有无限挑战的Harm训练关卡 其实都是副尾嘛 都是为了给你提供经验值 装备 物资和收集片而存在的 曼联里那些稀有度 五彩必分的装备 配上RPG有心那种五花八门的词条 在配合上挺有深度 能改变角色招式技能 甚至改变角色定位的天赋术 确实能让玩家感受到 培养超级英雄的乐趣 而且呢 你培养的还不是某个英雄 而是一整个专业团队 当你在关卡里 看着三个由AI操控 被你亲手招募 并培养起来的超级英雄们 在你身边为你而战的时候 看他们左手右手一个重击波 右手左手掀翻庄驾车 看他们飞行跳跃 撑一撑胳膊 装酷耍帅换不停风格 就仿佛是这款游戏在对你说 你有没有爱上我 因为这款注重角色培养的 漫威复仇者联盟 就是一本超英修炼手册 如果你喜欢操控超级英雄战斗 看他们碾压敌人 或者喜欢刷装备 喜欢培养 那玩儿曼联 应该没错 但是呢 对于超级英雄题材游戏 很多玩家期待的不是这些 或者不只是这些 其实蝙蝠家阿卡姆 和漫威之后侠里 也有不少角色培养和战斗的部分 但这俩游戏 最最核心的魅力 可能并不在此 他们最成功的地方在于 他们塑造了一个 比较符合粉丝期待的 歌坛和纽约 一套完全围绕蜘蛛侠和蝙蝠侠 良辰定制的开放世界 和玩法机制 以多让你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真的能感觉到 自己就是布鲁斯威恩 或者托尼帕克的游戏体验 很多玩家对超英游戏 尤其是3A级别的超英游戏的期待 不仅仅是通过手柄按钮 操控超级英雄出招 而是让自己 带入到超级英雄身上 自由体验超级英雄战斗中 和战斗外的生活 让自己化身超级英雄 体验那种Free Style 那慢连有Free Style吗 能给你带来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不行 一方面 虽然水晶动力 把每个英雄的战斗机制 都做得独特还原 而且有意思 这也挺不容易的 但这个游戏 毕竟不是完全围绕 某一个角色设计的 没有哪个超级英雄 能在游戏中 完美发挥自己的特性 钢铁侠的飞行速度 堪比拖拉机 黑寡妇也没法把潜行 观察到底 另一方面 慢连不是开放世界 里面的一个个关卡 也不过是主人的任务罢了 你也体验不到 任务以外的超级英雄生活 但就算能体验 这些英雄该咋生活呢 你想想 复联的这些角色 甭管是美队 雷神 浩克 钢铁侠 还是黑寡妇 他们都很少有普通人的一面 全部精力都在对抗那些 试图毁灭国家 毁灭世界的邪恶力量 吉尔退下战俘后 他们也都不是普通人 你要他们咋像蜘蛛侠一样 跟街头市民互动呢 只有人之蜘蛛侠 当过学生 也当过硬件生 有普通年轻人的日常 会打击街头犯罪 会找兼职赚钱 甚至穿上战俘后 还会跟市民合影 这才更容易让年轻人 代入和共情 才能交好邻居 才能跟肖战一样 配得上叫哥哥 而且呢 叫哥哥的另一个原因是 跟蜘蛛侠的影响力 号召力和IP价值比起来 复脸的其他成员 确实是弟弟 很多玩家第一眼 见到曼脸的时候觉得 瞧不顺眼 可能是因为脸的问题 因为这些超级英雄 长得跟电影里 完全不一样 但真的是脸的问题吗 隔壁漫威蜘蛛侠 长得跟电影演员 也不像啊对吧 其实呢 《水晶动力》从一开始 可能就没有冲着 满足蜘蛛电影迷去 一方面是因为用不了 电影演员的脸模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电影把故事 和人物命运 都讲得有点满了 不太好 在电影基础上再创作 从一开始 《水晶动力》瞄准的 除了用ARPG玩法吸引人之外 可能就是想要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 平行于电影的蜘蛛宇宙 毕竟漫威在17年 跟水晶动力母公司 SE达成合作的时候 就规划了多部 蜘蛛电题材的游戏作品 今天的《漫廉》 只是第一步而已 为了要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 蜘蛛游戏宇宙 又不能用索尼旗下的 蜘蛛侠做主角 《水晶动力》需要找到 并且也成功找到了一个 能顶弃蜘蛛侠的 亲民的 有魅力的 让年轻人觉得 待会儿的角色 做主角 他就是 英X 卡玛拉可汗 其实我第一次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也因为没看画面 脑子里出现的是一只半人马 但看到并且了解到 这个目前只在漫画里 出现过的角色之后呢 不得不感叹 这亲和力 以及主角力 也太高了 把蜘蛛侠都灭了 什么叫主角力呢 你看哈 托尼帕克 不过只是个学生 人家卡玛拉可汗 可是个美籍 巴基斯坦裔的 身材会变形 会膨胀的 穆斯林女性告证神 这buff叠的 都能给CK当模特了 什么叫完美主角啊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他的能力 因为他的团队中的特长 是控制和加血 以及手脚 特长 所以比起卡玛拉可汗 他可能更适合叫 蔡文吉路飞 在游戏的故事里呢 复联在一次战斗中 引发了大爆炸 伤害到了包括 卡玛拉在内的 很多无辜平民 也导致了复联的解散 而作为复联迷魅的 卡玛拉呢 会在游戏过程中 把散落各地的复联成员 一个个召集回来 然后一统对抗 那个威胁美国安全的 邪恶企业 TikTok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卡玛拉这个新角色 喜不喜欢水晶动力 为复联赋予的 这个新基调和新风格 反正我其实觉得 还不错 作为复仇者 联盟的第一款3A大作 水晶动力交受的答卷 即使算不上什么创新突破 也绝对及格 只不过我而觉得 复联这个题材 能做的不只是狂轰乱炸 对抗邪恶 能带来的也不只是 战斗和刷装备的快乐 它不需要只是一桶爆米花 加一杯可乐 它能挖掘的 还有很多 我还是希望能在后续的 几部复联作品里 让玩家有机会 真正戴上刀 或者化身为某个角色 走进了普通 或者不普通的世界 以及生活 毕竟游戏不像 两个小时电影那么浓锁 几十个小时 全是噼里啪啦战斗 也有点上火 学学人的苹果 Less is more 而且 毕竟艺术源于生活 再强大的超级英雄 也有生活 就好像 在现任的生活中 也有钢铁侠 有美国队长 有雷神索尔 还有 潘卫博